今天我们来看一款非常小的战术产品 那应该是我到目前为止介绍过最小的产品了 那就是一套快拆插条 完了这套快拆插条 当然它还有黑色 那这套快拆插条 它在什么时候用得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的这种茉莉系统的包具 那右边这个是复刻款 复刻的是战术裁缝 Tatical Taylor的一个地图包 那左边这个是复刻款 复刻的一个犀牛的也是复包 对吧你看它的背后是 只有支带没有插条的 那这个时候就 非常适合用这个了 那通常的 茉莉系统的包具呢 看到这个是一个山寨的 也是复刻的511的医疗包 它也复刻了这种快拆插 本身都是带支带的 那以前我们介绍过 对付这种没有 支带的插条你可以用这种扣具 那类似这种 可以将你的两个有歪病的面板 那连接再扣在一起 那我就是后来发现了 PSI Gear就出了这种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小配件 那PSI Gear是一个国产的原创品牌 它的一些小配件 我觉得非常实用 所以你看像这个 好比这个也是 一个快拆的扣具 它用来快拆战术维心 那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快拆战术维心的用法 好了现在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正反面我们看一下 那它其实用起来非常简单 只不过你在第一次用的时候呢 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操作一下 现在我们以黑色的为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把这个叫做母扣 母扣呢扣在你的需要挂载的平台上面 好比你的背包 如果你要把这些小包挂在背包上 你就把母扣放在背包上就可以了 好吧我们以这个小包为例 首先呢 从下方穿过一条单位的织带 把这条支带呢 放在它这个卡扣里面 就是这个你看到 这一层卡扣 这一层卡扣里面 那上方呢 继续藏在这个支带的后方 那母扣就安装好了 当然你并不需要 就是全面板全支带的 像一般的这种 把两条的 从两条的支带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像这样 把这个再放进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吧 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广这个叫做公版吧 公版的用法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那你看到 按钮凸起的部分 按钮凸起的部分 就是正面 等一下是要这样 插在母版上的 那母版这个 有logo的面朝上 那这个也是正面 所以这个方向不要搞错了 对吧不要插 那我们以这个为例吧 那公版穿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一搭一的穿好 那直接扣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那你看到 上方顶部的这个插条呢 它是要夹住 两条支带的 就是这条这个支带 跟这个支带 对吧 这样才能牢固的把它固定住 好了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这个过程可能不太好 不太容易拍到 我们就像刚才那样 对吧 一搭一的你先把它穿好 支带对齐 这里稍稍用力 穿过两条支带 底部 好了 现在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放到扣距离 我们来看一下 那它的安装就是这样的 那顶部夹住两条支带 然后一搭一的穿好 再从最后一个单位的支带 然后这个扭扣 扣在这里面 那通常呢 你要安装两条 对吧 一对你是最好是买两个 那左右固定 就非常的稳固了 可以看到 对吧 非常的稳固 那在快拆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 按下这个突起的按钮 然后插条拔出来 就可以快拆了 所以装卸非常的简单 希望这个演示大家可以大概明白 那你自己其实实际的试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熟练工种 当你熟悉了操作以后呢 安装和拆卸就会非常的迅速了 好的 那这套快拆插条 它的价格我记得一组是12元 那刚才开头我们提到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快拆插扣 我当时也是一起买的 那这一组是一个好像是24元 对 那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 好比战术背心快拆面板 对吧 直接转接 因为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之前有用过多毛的这种 它这种快拆面板 那它这个呢 我记得好像是提这个提手 然后快速的拉开 然后合起来 也是快拆 只不过你安装的时候 对啊 合起来的时候 小心不要夹到手 那这个东西呢 PSI Gear的这套扣具呢 用法就非常简单 你只要上下 按住 然后打开 再合上 那安装起来就是 对啊 也不用费力 就是更加简单了 那简单讲一下它的用法 就是只要你的战术背心 或者是可能腰带 或者是可能有很多场景 你可以自己去开发 那我以这个 还是以这个为例 你把它想象成 这个是战术背心前方那块面板 只要有外面的面板 那这个你想象成 它是战术背心的侧围 对吧 侧围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吧 这个是它的产品标签 那我们以黑色为例吧 黑色看起来清楚一点 好了 基本就是这么简单 好吧 你把它想象成 战术背心的前面板 侧围 那你每次呢 就不用再 撕拉前方 战术背心前方的 那块魔术面板 连接上 然后快拆的时候 双手一按 好 所以今天就是简单的 对啊 提一下这个快拆插扣 那下次呢 我们会找两套战术背心来 介绍一下 这个是多毛的快拆面板 那这个是psi gear的快拆插扣 那它的功能其实都差不多 那psi这个是更加精力的选择 对啊 更省钱 那它们的作用呢 都是同时可以让你避免 在穿脱战术背心的时候 每次去撕拉前方的那个魔术贴的面板 那都做到了一个很方便的 快拆战术背心的作用 好吧 所以这就是这一期的内容了 那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follow我的b站微博 还有youtube 记得订阅分享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